因为吴淡如他女儿爬树之前 有一个人家在说 哎呦你那个爬树的这个动作啊 有人讲说是不是女版的韩国瑜啊 有这么一件事 没想到是韩国瑜在这个吴淡如的脸书上面 他还亲自来回应了 这个是吴淡如的脸书 然后韩国瑜回应是说 小朋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啊 那你要记得要接触他什么的 然后就说优秀的吴淡如作家 是伟大的这个妈妈 妈妈通常跟小朋友是没同学 他说伟大的吴妈妈 我不晓得他这个是那个 素养有一点点问题啦 可是你要看哦 一个重点就是 他之前不是有凤梨农的 这一些相关的影片啊 又穿风衣又什么的 他一直在蹭网络的声量啊 他没有放弃过 对因为对韩国瑜来讲 要洗掉草包的形象啦 或者是呢要转移过去罢免啊 成功这种负面的这个认知哦 所以说呢他的网络啊 现在操作是越来越细腻 不像2018年的韩流崛起的时候呢 大部分假消息啊 夹在是负面的攻击啊 现在开始走人性化 或者是呢我们说接地气的2.0 那韩国瑜还是韩国瑜哦 如果正常人呢 真的是关心小孩就不会有前面的八个字 他就一定要带这八个字的风向 政治纷扰颜色对立 都比不上孩子安全健康状 他只要讲妈妈 所有的小孩都是爸妈心中的宝贝嘛 祝福你这样就好了 可是呢韩国瑜还是政治细胞的动物嘛 怎么样呢都还是要潜入 或是要业配或是要置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很重要的不一样是啊 其实韩国瑜哦 慢慢去享受啊 这个韩粉啊 一下是变时尚教主啦 一下变有人性啦 这一种呢 氛围后发自人呢 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对韩国瑜来讲啊 你可以说他打输了大选 非战之罪 对同温城来讲啊 你可以说他被罢免啊 是民进党仇恨动员 我说懒的角度哦 但是现阶段他要不要投入主席选举 只剩下一个风险 他非赢不可 如果在同温城呢 这个环境之下 万一啊 对江启臣或对其他人 他输了 对不起啊 这对韩本来讲 或对韩国这段制的经营来讲 那叫天崩地裂 或叫地痛山摇 所以这也是呢 为什么义富哥说百分之五十 因为赵少康布选了 他的诱因当变高嘛 但是风险相对是存在的 那再怎么样 我还要讲一下赵大哥 我觉得赵大哥啊 头疏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越越欲试嘛 但是呢 议题也会频繁 每天放话 要创造媒体去讨论啊 那很狡猾的 哪有那么多东西呢 可以五四三 或是唬烂 或是指指点点的呢 现阶段刚好 江启臣用这样的方式 或国民党不修 这个选举的办法 他刚刚好下台阶 或者是呢 他可以转进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松了一口气 否则还撑在那地方 或者是呢 党中央每个明确的答案 赵大哥会很 那你没有觉得他 每天回应都很乐在其中吗 可是我觉得 当这个解套之后 比如说他说不选了嘛 现在的发言的方式 就不是瞄准党主席式的 这种的进攻策略嘛 开始呢 又回到了某种知识 你看他讲内阁制的问题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讨论度的 但是是有深度的 就回到了赵先生媒体人 或是呢 蓝营公知的形象 这个可能是 对他来讲是比较好的结果啦 否则不断的选下去 那人会败乱啊 或是会疲乏 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 其实大家讨论 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在讨论国民党 可是收视率的反应 告诉大家 我们有点真的有点困难 大家只想看韩国瑜 最后韩国瑜困境是什么呢 其实韩国瑜的这些影片 我都有观察 虽然还是可以卷起千堆血 韩国瑜要做公益 韩国瑜要摆脱草包 韩国瑜要摆脱过去啊 这个出源鳄语的形象 做公益蛮好的啦 接地气这种做法嘛 可是呢 韩粉未必买账 简单来讲 韩粉还是习惯看那个 对用什么眼来看你的啦 或者是呢 民进党不是你们老爸 这种韩国瑜 所以说这也是韩国瑜的两难啊 想要维持网路声量 一方面呢 往中间或是往中间选民 或是青年时代在靠拢 可是呢 基本教义派的韩粉啊 觉得这不是我认识的韩国瑜 韩国瑜应该要穿的是啊 蓝衬衫 捲袖子 他给我穿啊 这个米黄色的风衣 或者是呢 高龄的这个呢 时尚的这种啊 不知道是毛衣还是 不管啊 就像李正浩会穿的啦 李正浩会穿这种衣服啊 可是对韩粉来讲 买不买单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最近听到很多风声是在讲 有很多人是劝韩国瑜 不要算 不是掉下去 是不要算哦 怎么样来看 劝韩国瑜不要选 其实地方的派系 有一些跟地方派系很好的人 确实是直接劝韩不要选啊 派系中人 他们的考量是什么 劝他不要选的考量是什么 当然你出来选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嘛 你2022年的 如果你真的当党主席 大家要背多大的包袱 这是实话嘛 要背多大的包袱 要选招了 多开心 对不对 有劝 真的是 我所谓劝韩国瑜不要选 不是所谓赵少康的那个幕僚 幕僚是我底下的人 是平起平坐 那些地方派系里面的重要人士 不是那种平起平坐的 不是那种幕僚 当然里面有劝他不要选 但也有一些派系呢 毫无疑问已经帮非韩的人士在拉票 在高雄拉票啦等等 其实派系里面没有选择 韩国瑜的大有所在 大有所在 所以韩国瑜这一边 当然是蛮挣扎的 当然现阶段就是 有些人就在排列组合嘛 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挣扎里面 你你有没有读出韩国瑜的心情是 很想选啊 因为这边在赵少康讲话之前 就有说他的态度是蛮松动的哦 你赵少康不表态说你不要再选了的话 我没法叮噹 所以意思就是说韩国瑜他那个比例上 我们说五成是一个一半嘛 他想选的比例是超过五成的吗 他很贏的是不是这样说 想选跟最后会不会选是两回事嘛 当然你说有没有想当然有想啊 一直都在想啊 一直都在想 但是问题是没有停过是不是 问题是能到最后是要不要选的问题吗 因为旁边的声音真的蛮多的啦 选与不选的都有 那现在党内就是有一堆人在排列组合嘛 就是有人去跟猪谈啊 跟韩谈啊谈什么 朱涵合作 有人去跟朱谈啊 跟江启臣谈啊 讲朱江合作 那各种合作的形式里面 大概都有人在串来串去啦 都有都有在在试图拉啦 拉大家啦 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合作的局 但是这个合作的局也很麻烦啊 因为各派系想要合作的局又不一样 有人讲朱涵有人讲朱江 所以搞来搞去也很麻烦啊 但是我觉得赵少康说的话 赵少康说的话 我向来是问号问号在问号啊 那刚才不是一开头那片语片头播什么 行政院都在帮总统背锅嘛 嗯 啊现在赵少康是要叫韩国瑜来选党主席帮你背吗 背总统选举吗 我也觉得这好像也是在背锅吧 那你说国民党内现在的状态 现在的状态 其实各派系里面 其实有在动的都已经在动了啦 都已经在动了 都有特定的啦 那你说现在表不表态 你说现在当然有没有在表态 朱立伦还没有表态啊谁还没有表态 派系不是二百五啦 派系都是一定有去接触过探寻过 选的可能性才会下去嘛 所以你现在说韩会不会选 我只能这样说啦 韩对政治上面是没有忘情 但是他回到政治圈里面 选择走哪一条路 党魁当然是一条路 党魁现阶段 他的参选的几率跟过去比 有提高啦 有提高啦 但最后 那你弄一个数字啦 真的还没有做决定是一个几成啦 你说有提高嘛 数字有提高 大概是几成啦 百分之五十一控股啦 百分之五十一 百分之五十一这公司已经控股了 你知道百分之五十一就已经控股了 就是超过五十啦 超过五十%的意思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